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雷蛇不停的幫帕拉斯充電 帕拉斯就不停的攻擊 然後雷蛇就不停的補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事部 那我們來打H9-3喔 H9-3呢 是水城快樂圖 但是如果你沒有水城或借不到水城的話嘛 薩克今天再提供一個另外一個思路給你 無腦的程度呢 我覺得基本上跟水城一樣無腦 就讓我們開始吧 以上呢 是我使用的隊伍喔 那帕拉斯這個地方呢 你不一定要用帕拉斯 你可以使用第九章的MVP 也就是拉狗 因為拉狗會沉沒敵人 沉沒完之後嘛 敵人的法抗護身消失之後呢 我們的小火龍就可以燒得更兇喔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直線啊 根本就是為了小火龍而生的啊 跟神一樣好嗎 接下來就把我們的補師單位帶好帶滿 對 然後重點呢 就是雷蛇這個充電寶 對 如果你要玩這個套戰術的話 雷蛇其實還蠻需要的 因為雷蛇可以幫帕拉斯不停的充電 然後帕拉斯每攻擊的時候呢 雷蛇就可以回血 那如果你今天是帶拉狗的話 那拉狗的技能的觸發頻率也會變高喔 對 所以雷蛇請重要的 OK 好 就讓我們開始吧 我還是給大家看喔 對 基本上只需要掛機 然後呢 唯一只需要開兩次技能 就是蘇蘇洛爾的技能 對 你只需要開丹奶的技能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開場呢 這邊有個順序喔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先部署可口打優 先把這個石塊打掉 一定要先部署可口打優 這樣子的話 我們那個障礙物 才會倒在你想要的位置喔 好 有沒有 這樣倒過來 好 OK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測掉可口打優了 對 可口打優的用處呢 就是打石塊 好 這邊呢 我們放上帕拉斯 再放上我們的紅帝 用下來 好 那這邊呢 紅豆能收多少勾路費喔 你就讓他收多少勾路費喔 你沒有紅豆的話也沒有關係 也可以用封底啊 對 OK 反正有什麼就用什麼 殺敵回廢先鋒 用起來就對了 好 這邊呢 我們放上我們的雷蛇 當作一個充電 那大家一定會想 阿帕拉斯是物理傷害 打得動這個重裝幹員嗎? 重裝敵人嗎? 打得動啊 有沒有看到 兩下一千多 兩千多的傷害 對 很痛的好不好 一號技能專3 以後再打那個肉羹模式的時候也很好用喔 好 這邊呢 我們放上賽媽 讓我們的雷蛇更不容易死掉 之後呢 我們再補上我們最後的幹員喔 也就是我們這一場唯一需要開技能的幹員 那就是我們的蘇蘇洛 放在這個地方 來幫助雷蛇不會在後面的魔劍師那一整波的時候 雷蛇會倒下來 好 絕對不會 OK 沒有問題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雷蛇不停的幫帕拉斯充電 帕拉斯就不停的攻擊 然後雷蛇就不停的補血 接下來呢 會更明顯 那頭上那個特效不停的跳 真的超級無敵好笑 那基本上這個時候呢 你就已經是把手 離開鍵盤滑鼠的狀態了 對 基本上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好 這邊呢 如果你怕雷蛇會死掉的話 我們可以卡一個蘇蘇洛的技能 那這樣雷蛇就不會死掉了 對 沒錯 有沒有 那個頭上的特效不停的跳 一直不停的跳 上帝牛鞭不停的抽 那如果今天是拉果的話 就拉果就不停的狼魂 一直丟丟丟丟丟 就這麼輕鬆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最後一波總攻擊啦 那通常這個時候呢 你的蘇蘇洛的技能又好了 對 等到敵人一次A上來的時候 一次All-in上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情況再開蘇蘇洛的技能 基本上這關就沒有難度了 對 就很輕鬆的掛機過了 對 就是很接手 非常的接手 好 像這樣子我們再開個蘇蘇洛的技能 好 繼續充電 啊 繼續打 繼續充電 繼續打 繼續燒 對 就是這樣子 各位 有沒有覺得這個套戰術 也很無腦 對 非常的快樂 好不好 快樂小火龍圖 欸 小火龍快樂圖 好 以上呢 就是H9-3的打法 對 很無腦的打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